男人正在河边洗脸 不曾想刚一抬头 就看见一道曼妙的身影从水中站起 原来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 杀手甲趁着无忌不备 用鞭子缠住了无忌的脖子 无忌不解地质问杀手甲 他们之间无冤无仇 为何要置他于死地 杀手乙和杀手柄出现 用绳子缠住了无忌的双脚 无忌顿感大势不妙 令人奇怪的是 这三个杀手来自天南地北 可他们的目标都是无忌 似乎杀了无忌就能够得到天大的好处 无忌脖子和双腿受制 根本不是三个杀手的对手 很快便失去了反抗之力 三个杀手为了争夺无忌的人头 竟然闹起内讧厮杀了起来 杀手甲的武功最高 竟然在三两招之间 干掉了杀手乙和杀手柄 无忌见状想要逃走 却被杀手甲半倒在地 幸好无忌眼疾手快 扔出地上的长剑重伤了杀手甲 危机总算是告一段落 为什么要杀我 告诉我 他说 他恨你 仅凭一句他恨你 无忌根本无法得知 是谁在幕后悬赏自己 于是无忌回到一楼后 将这件事告诉给了小鱼几人 能让三个不相干的人一起卖命 这个想杀无忌的人啊 一定不简单 当今武林 想把无忌置于死地的不出数人 最可疑的就是月龙轩 小鱼认为以他们目前的实力 根本无法与强大的天门抗衡 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先行离开再做打算 待会无忌会从这里逃走 这是你们最后机会 谁杀了无忌 谁就可挂上新郎彩蛋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喜叫中传来 显然她是在用自己悬赏无忌 小鱼带着无忌逃走 刚好被一群杀手拦住了去路 然而小鱼和无忌似乎早有预料 脸色平静稳如老狗 在我们死之前 可否见一下主谋 无忌大叫着冲了上去 拔出长剑大开杀戒 一剑挥出便带走一个杀手 这群杀手不过是些三流货色 没有一个上得了台面 很快就被无忌杀得片甲不留 随后无忌来到喜叫面前 他倒要看一看 是谁在处心积虑地对付自己 这时候 剪开这幕后黑手的神秘面杀 等一下 谁都不可以回首我逆楼的货物 谜题终于揭晓 要对付无忌的人是宇文霜 就在半个月前 宇文霜以为无忌杀了宇文浦 所以千方百计地找人对付无忌 朱晓彤同情宇文霜的遭遇 将宇文霜带回了一楼 宇文霜得知一楼的交易规则后 拿出了所有的财物 要朱晓彤帮她杀了无忌 没有人会为了几只耳环 一只破镯子 冒死去杀风无缺的儿子 贺云天的徒弟 要是你真的想报复仇的话 你得出个好价钱 可是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了 傻丫头 你就是最值钱的 朱晓彤告诉宇文霜 她可以用自己悬赏无忌 只要有杀手想要得到宇文霜 就会前去帮宇文霜杀了无忌 宇文霜为了替父亲报仇 接受了朱晓彤的建议 这才有无忌被刺杀一事 朱老板 双双 答应付你多少佣金 我们预议付双倍 只你不让他卖就行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一楼不是有钱 就什么都可以解决的吗 朱晓彤告诉小雨几人 一楼有一楼的规矩 卖身报仇是宇文霜自己的意愿 她没有办法强行干预 小雨几人文言只好作罢 准备想办法劝宇文霜罢手 与此同时 一个罪汉闯进了宇文霜的房间 将宇文霜给吓得不轻 宇文霜看清楚罪汉的容貌 这才发现罪汉是自己的二叔宇文吉 宇文吉与宇文普是亲兄弟 却因为竞争博尔庄庄主失败 被宇文普给赶出了博尔庄 宇文吉得知宇文霜的遭遇后 提出可以帮他报仇 但宇文霜要表现出一些诚意 而这个所谓的诚意 就是要宇文霜当作靶子 任凭一楼的客人投掷飞刀 只要宇文霜能够坚持三个月 宇文吉就答应前去杀了吴继 小雨和吴继得知此事 连忙赶到救下了宇文霜 质问宇文霜是怎么回事 宇文吉这时走了出来 说出宇文普夺奪走了他的博尔庄 他自然要让宇文霜替他的父亲赎罪 吴继大骂宇文吉卑鄙 出手攻向的宇文吉 却反被宇文吉给轻松制服 你们放心 在双双还未受过皮肉之骨以前 我是不会杀他的 不过我能有机会报仇 这还得感谢你们 谢谢